那就是说港股 刚才我们一开始预告了 会派圣诞礼物给我们 希望是圣诞礼物 希望是 当然大家都没有水晶球不知道的 但是现在看好的 相对港股 你也帮我们逼了两只 看看一只是不是进取一些 一只相对稳定一些 好像这样 但是组合程度会好一点 先说一只稳定 好 其实稳定我自己一向都比较偏好另展 即1823的 我想选择它做得到稳定之选 大家都不会特别有什么意外 因为本身业务程度真的很稳定 甚至乎 你以过去最近的业绩 其实虽然不是全部业务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大部分业务其实已经回到 之余有得了 其实如果你说这样看 譬如下年 虽然现在可能还有Omicron这些变数 但是如果你说下年 你计算真的能够通关 就是慢慢所有的政策化的话 其实领展的业绩 要回到比较强一点的增长 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从业务面方面 很稳定的 而另一个因素 选择稳定之选 我想在股票角度来说 都要考虑收息 始终领展的息率 虽然它可能大家都会有个质疑 就是无论它对比其他risk好 对比其他收息股东 它不算是比较高 但是如果以它自身来说 其实这几算是很高的 这个是过去十年平均值都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息率 其实这些位置是绝对吸引的 所以我想无论从业务的前景 以至到就是那个 息方面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择 还有虽然下年 可能大家会怕着美国国人加息 变相会不会对一些收息股不利呢 这个我想要再望的情况 就是最终美国是否真的如期加到三次息 虽然暂时点证度是这样 颇复给大家看 但是我其实觉得 就应该未必这么进取住 因为始终也要考虑 才开手说的 就是你加太快 其实会影响着经济增长 其实下年的一个因素 都要留意着 就是拜登的中期选举 其实如果他要拿得到一些支持民望 他必须要稳定的经济增长 维持一个不错的情况 所以我想要会令到储局真的加得太快 而令到一些收息股很大的压力 我想又未主是 就是比较偏温和一些 加息机率会大一点 所以对一些收息股式口敏感股 都是OK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稳健之选 其实领展会是可以考虑 还有其实 价位上说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开始可以慢慢分家一段吸纳 始终中线来说除了收息之余 可能才看回到大约72-3元 楼上做目标位 是 那进取支选呢? 其实进取支选 只是它的股价的动力会大一点 但是业务面其实也是安全的 因为我想下年 就是所谓的圣诞股 都不是叫大家几天 可能都是半年 这样的时间 譬如看下年年中 或者是下年大方向的看法 其实我想选择那些行业或者股份 你也是要选择一些国策有机会受惠的 或者是所谓的扶持的一些板块 而没什么理由还是选择一些国策 会有机会打击这些板块 所以虽然说进取 但是都是偏向这些方向为主 所以其实 如果你下年看的一些行业 我想都和今年会有点迟的 就是新能源 新能源车 可能电力 这些会是 或者赖内需消费这些会好一些 而特别自己选择的都是新能源股为主 就是956新天绿色 这种比较进取一点的原因 就是你看过波幅 其实它可以单日都比较大 因为它本身比较偏向小一点 其实它的波动性每天就会挺大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偏向 叫做进取型的选择 但是业务面其实它是挺OK的 因为一来 它本身是一些新能源股份 其实是有风电、光伏 亦都有一些天然气的业务 其实这三部分的业务 特别看风电、光伏 它的装机的增长 其实过去这11月 刚刚最新的3月的数据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亦都比头11个月还要快的 所以其实增长性 特别在这一刻第4季 都是传统一些多风的季节 所以其实有些行会计定 第4季的风电、装机的增长 可能会再快一点也不足够 连大马刚才提到它有天然气业务 但是天然气业务那部分 虽然增速叫平稳 因为其实整个行业的增长 最早已经出现了 但是大家看的就是 它开始都在研究 用天然气制轻这件事 其实轻这件事 我想今年开始是一个 heat的topic 轻能这些概念 虽然它真的做到 其实对估值也会有 比较大的帮助 因为选择它 因为它本身在新能源股里面 虽然它的年内升幅也不是少的 但是它的估值 其实现在还是算便宜 它是算便宜那批的新能源股 其实这一刻的估值 都是不够10倍到这些水平 其实算低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也算是一个 可能是进取少少 但是又是偏看得好的一些选择 还有这个股价 你看到其实近期 由10月开始做了调整 但是到11月至12月 其实整个都是整固为主 而且整固得来 都还是挺漂亮的 沿着一百天线 没有很明显失手过 现在已经开始上升了 所有均线都流上了 似乎是有机会再延续一个 慢慢的升浪出现 所以这些位置我都觉得可以考虑 但是当然这种就不同 刚才说领前 领前后可能是收息 变成分阶段去买也可以 如果这种要考虑的话 这些位置可以 但是向下 如果要定下一个 可能叫止止位 大概是5.3至5.4这些位置 如果跌穿这些位置 我想考虑先走一走 不穿就由它 搭上去看这个肌肉试画 之前的顶位也可 或是破顶而上会比较好一点